偏偏,罗子福,宾州人,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八九岁时,被叔叔罗大叶收养 罗大叶任国子健继久,富有家产,但没儿子 他疼爱罗子福就像疼爱亲生的一样 罗子福十四岁时,被坏人引诱去嫖妓肃昌 当时有个从金陵来的妓女,乔居本郡 罗子福很喜欢她,被她迷住了 这妓女返回金陵,罗子福也偷偷地跟着她,逃离了家乡 在妓院住了半年,她钱财都花光了 妓女们都讥笑她,但还没有立即赶她走 不久,罗子福身上长满了霉毒窗 溃烂发臭,沾染床席,被妓院赶了出来 她只得在街市上讨饭,街上的人们见了她都远远地躲着 罗子福害怕死在异地他乡,便一路讨着饭往西走 每天走三四十里,渐渐到了冰州地界 又想到自己衣衫破烂,浓窗污秽,没脸回家 依旧在邻近县里徘徊 一天傍晚,罗子福想去山中寺庙投诉 路上遇到一个女子,容貌美丽地跟天仙一样 女子走近她问,去哪里? 罗子福时说了 女子说,我是出家人,住在山洞里 你可以去留宿,还能躲避虎狼 罗子福很高兴,跟着女子走了 进入深山中,见有一座洞府 门前横躺着一条小溪 溪上架着跟长条石座桥 过桥几步,有两间石室 室内一片光明,不需点灯 女子让罗子福脱下破衣到溪水中洗个澡 说,洗洗,窗就好了 又拉开围杖,扫扫被褥 催促罗子福去睡 说,快睡吧,我要给你做件衣服 取过一些像芭蕉的大叶子 裁剪好后缝制起来 罗子福躺在床上看着 见女子坐了不一会儿,衣服便缝好了 折叠整齐,放到床头上 说,明早穿上吧 说完,便在对面床上睡了 罗子福洗了澡后,觉得身上的窗不疼了 醒过来一摸,已结了厚厚的窗夹 到第二天早晨,罗子福要起床 心里怀疑芭蕉叶衣服没法穿 取过来一看,却是绿色的锦缎,光滑异常 过了会儿,女子准备早饭 只见她取过一些山叶来 说是饼,一吃,果然是饼 又把叶子剪成鸡,鱼,烹调好后都和真的一样 室内角落里有个小瓮,盛着好酒 女子一次次取来瘾,少了,就再用吸水灌满 过了几天,罗子福身上的窗夹都脱落了 就到女子床上,要求同素 女子说,轻薄东西 刚能安身,就要妄想 罗子福说,了以报答您的大德 于是,二人一起睡了,欢爱非常 一天,有个少妇笑着进来 说,偏偏小鬼头快或死了 薛姑子的好梦,几时做成的 偏偏迎上去笑着说,原来是花城娘子 你贵族很久不踏见地了,今天西南风景,把你吹送了来了 抱了儿子没有 少妇回答说,又是个丫头 偏偏笑着说,花娘子真是个瓦窑啊 孩子带,来了吗? 少妇说,刚才哄好了,已睡下了 于是一骑落座,偏偏设验款带 少妇又看着罗子福说,小狼君烧了好香了 罗子福见他有二十三四岁年纪 容貌依旧很漂亮,心里很喜欢他 包裹子时,雾落到桌子底下 罗子福俯身假装剪实,暗地里捏他的脚 花城看着别处笑笑,像不知道 罗子福正在神魂颠倒 忽觉身上的衣服顿时不暖和了 低头一看,衣服全变成了秋叶 吓得他差点避过气去,急忙收回邪念 端坐了一会儿,衣服才又渐渐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他心里暗自庆幸两个女子都没看见 过了会儿,罗子福给花城劝酒时,又用手指骚他的掌心 花城坦然地说笑着,一点也没知觉 罗子福心神不安时,衣服又变成了叶子 过了一阵子才变回来 他只得羞愧地打消了杂念,再不敢妄想 花城笑着说,你家小狼君太不正经 如不是醋葫芦娘子,恐怕她早跳到云间里去了 翩翩也计笑说,轻薄东西,就该活活冻死 两人拍掌大笑起来 花城离席说,小丫头醒来,恐怕把肠子都枯断了 翩翩也起身说,贪图勾引人家的男人,就忘了小江城哭死了 花城离去后,罗子福害怕被翩翩计笑谴责 但翩翩仍和平常一样对待她 住了不久,杰令已到深秋,寒风阵阵,双叶降落 翩翩减时落叶,储藏起来,准备过冬 见罗子福冻得色缩发抖 他便拿个包袱,到洞口抓白云,续成棉衣 罗子福一穿上,绝温暖得像真棉衣一样,而且非常轻快 过了一年,翩翩生了个儿子,非常聪明漂亮 罗子福天天在洞里逗弄婴儿取乐 但他常常想起家乡,便恳求翩翩一同回去 翩翩说,我不能跟你去,要不,你自己走吧 拖延了两三年,儿子渐渐长大,于是就和花城结成了亲家 罗子福担心叔叔已经老了,没人照顾 翩翩说,叔叔固然已经高龄,但庆幸比较强健,用不着你挂念 等宝儿结婚后,是走是留,全凭你 翩翩在洞中,总是拿树叶写上自教儿子读书 儿子一看就明白了 翩翩说,这孩子生就福相,让他到人世上去,不愁做不到高官 不久,儿子已十四岁,花城亲自把女儿送了来 翩翩见那江城姑娘衣着华美,容光照人,与罗子福都非常高兴 和家团聚,设宴庆贺 翩翩敲着投差,唱道,我有家,不限贵官 我有家父,不限起玩 今夕聚首,皆当喜欢 为君行酒,劝君加餐 酒后,花城离去 翩翩夫妇,让儿子,媳妇住队屋 新媳妇很孝敬,一恋在翩翩膝下,就像亲生女儿一样 罗子福又说要回去 翩翩说,你有俗骨,终究不是成仙的料 儿子也是富贵中人,你可以带了去,我不耽误他的 前程 新媳妇正想回家跟母亲告别,花城已经来了 儿女恋恋不舍,热泪盈眶 翩翩和花城都安慰说,暂时离去,以后还可以再回来 翩翩便把树叶剪成毛驴,三人骑上往回走来 罗大叶此时已告老还乡,以为侄子早已死了 忽见罗子福带着漂亮的儿子和儿媳回来 罗大叶欢喜地像得到了宝贝 罗子福三人进入家门,分别看看自己的衣服 都变成了芭蕉叶 扯破一看,里面的棉絮像蒸汽一样四散了 于是,三人重心换了衣服 后来,罗子福想念翩翩,带着儿子回去探望 只见黄叶满路,白云迷失洞口,再找不到踪迹 只得流着泪返了回来